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脚本啊 这个脚本也是我临时写的 它里面有一些基本的范式啊 可以借鉴 我们呢都是中国人嘛 然后呢你写Python的时候呢 未免要输入中文 所以呢输入中文的时候 切记要忘到这一点啊 要记得这一点啊 不是忘掉 然后呢定义你这个脚本的这个编码啊 咱们来可以试一试啊 现在就用这个Hello World来试一试 你不定义编码会怎么背 会怎么样啊 我们来输入一个 中国同学们好啊 然后咱们来运行一下它 运行一下它 你看语法错误了 可是我们这里面是没有半点语法错误的啊 跟语法错误毛线关系都没有 那我们怎么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你没有定义编码 你不定义编码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啊 这个是势必会错误的 所以说呢 中国同学们啊 就写这个程序的Python的时候呢 记得加这个编码啊 定义编码 coding the utf8 这是我自己习惯的方式啊 中国同学们好 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其实啊 这一句定义编码方式呢 其实你上面 其实随便怎么写都可以啊 其实啊 Python呢 他去抓这个编码格式呢 他是符合这样一个正则的 这个正则我来解释一下啊 你看他要抓一个coding啊 他要抓你这个这一行里面 他用这个coding啊 coding 然后后面呢就要跟啊 要么跟个分号 要么跟个等号啊 你看 要紧紧的跟着他啊 中间没有任何的区域 你这样写就不对了 中间就多了一个空格了 你要把它删掉啊 紧紧跟着 然后后面你随便怎么空格都没关系了啊 你随便怎么空格 这样空格这样空格都没关系 因为他这边的话就就是定义 你可能有零个或者多个空格啊 都没关系 然后再后面呢 他就给你抓下来了 你后面定义的这个字符串呢 也就是他的编码格式了啊 比如说像有些程序员比较爱美嘛 喜欢搞些花哨的 你看这个也可以啊 我们来试一试 嗯 你看 这样啊 那咱们再来跑一下他啊 你看中国同学们好 在这没问题的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习惯随便改啊 你还可以改成啊 比更卖萌的方式啊 看这样啊 都都没问题啊 你看 所以说呢 这还是Python定义这个编码还是挺自由的 哈 这种自由也是无处不在的 以后慢慢给大家讲 然后呢 再往下走的话啊 这就是一个标准模块脚本的一个写作范式 这个这个地方呢啊 它是一个脚本文档 它是有两个双引号扩起来的啊 写在头部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有时候写脚本啊 写很多个脚本 你走到去想一想啊 这个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了 是不是 那你呢写好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文档啊 它是干什么用的写在前面啊 用两个 用两个冒号啊 用两个双引号来把它框起来 这样的话呢 对别人也有帮助 怎么对别人有帮助呢 我们都会在下面讲啊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 这个就是一个Python的一个最基本的 叫做单行注释啊 单行注释 就是说你这里只能注释一行 你再往下面注释呢 这是没用的啊 它只是注释这一行的文件啊 然后呢 你这一行后面跟着的描述内容呢 全部都属于注释了 它也不会执行 你在这里面写什么语句呢 它都不会执行 它只是代表 它是一个描述的一个作用啊 这是单行注释 单行注释呢 一般来说 比如说你现在这边有一个全局变量啊 在这样一个复制语句 然后呢 你一般你这个注释呢 就要写在上面 写在上面呢 这就代表你是注释下面的 当然了 如果你这个 你下面这一行复制语句呢 非常短啊 然后呢 你也可以写在旁边啊 你也是用警号开头啊 然后呢 注释 如果你这里已经写了啊 你这里旁边已经注释以后呢 你后面就不能再跟什么其他语句了 比如说你还在跟一下啊 newstr什么的 这后面全全都是注释 除非另起一行 这样明白了啊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走 他这个hello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最简单的方法啊 它是个函数的定义 然后呢 它是return了一个hello word的一个字符串啊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 这里面要重点讲到的是什么呢 这里啊 一个多行注释 你看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单行注释 单行注释的话就注释单行了 你这单行后面写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个描述 多行注释呢 看看啊 有三个双引号开头 三个双引号结尾啊 然后的话呢 中间随意你发挥啊 怎么写可以 然后呢 这个适用于什么 就是说比如说像有些文档工具 他可以将你的一些啊 这些文档注释呢 变成一个格式化的啊 他需要一些规范 比如说像啊 他是干干什么用的啊 然后呢 写一下啊 然后的话他可能是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啊 这些啊 比如说哎 这版权是干什么的啊 然后呢 你这样写的话呢 他就会一行一行的把这个后面东西呢 给你读出来啊 读出来以后呢 然后再给你解析出来啊 然后就像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coding 啊 也就是这种寻找方式类似于 然后呢 多行注释呢 基本上是也是你经常会看到的 所以说大家以后看别人的模块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就正是注释了啊 看别人程序的话先看注释啊 不要先看方法 注释很多像国外的程序都写的非常详细 也是一个好的教材 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就是程序主体了 我之前讲过啊 然后就说你呢 程序 如果说你要运行这个脚本的话啊 你如果比如说你这边定一个hello world的啊 定一个hello 然后呢 你要运行这个hello的话呢 你不要直接写在这里面啊 你不要直接写在这里面啊 你呢 你要写在这个程序主体上 程序主体呢 是一个义符的判断语句啊 这个义符判断语句就判断 你它是否是执行啊 然后呢 再去把你要输出的东西和执行的东西呢 放在下面啊 这样的话就构成了一个程序主体 然后呢 这上面的呢 你看全部都是定义对不对 定义 要执行的话就跑到下面来执行啊 为什么这样做 等会我们会详细的讲一讲啊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脚本啊 这个范式就讲完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都在附件里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 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写好一个模块了 像我们很多时候 嗯 常常在Python里面嘛 会利用别的模块啊 我来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利用一个time模块啊 这个time模块呢 我们输出下当前的时间戳啊 然后呢 哎 看一看 他可以看到当前的时间戳了啊 然后呢 这个这样的模块呢 叫做Python的内置模块啊 也成Python的标准库也称为 然后呢 我们自己也可以写模块 像我们现在写的呢 这个就是个模块啊 这个模块呢 我们要把它导入的话 我们要这样 也是和 引路内置模块是一样的 我们引路啊 引路模块的格式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你的文件名是stand.py 那你呢 要引路的时候也就是import import 然后空格 然后呢 再把它的文件名写出来 后面的py不要跟啊 只要把它的文件名写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就算是引路了 引路了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 看一看啊 这边是一个unipend的代码提示 我们再来看一看 你可以看到啊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之前定义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了 之前说过 这个东西可以方便别人是不是 好 比如说啊 现在是你写了一个模块 然后我来用这个模块呢 那我呢 我想看到这个模块到底是干什么的 哎 那我就这样看一看 啊 你看这边就输出出来了 这是一个标准模块脚本的写作范式 此作为脚本文档啊 这就是我们在之前写的了 所以说呢 你之前在这边写的东西 当然别人利用的时候其实都是有价值的啊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啊 再看一看 我们再把他这个 这里定义的一个全局变量呢 给拿出来 看一看行不行啊 啊 这个模块的一个变量 我们怎么用呢 首先写上模块名啊 然后呢 一个点 一个点就代表啊 后面再跟上他的一个模 一个属性变量 属性变量 我们属性变量是 newstr 我们来放进去啊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输出一下 你看 这边就输出出来了 这是一个全局变量啊 这是一个全局变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呢 再把这个 他里面定义的一个函数给拿出来啊 函数拿出来是怎么拿出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直接输出他的结果啊 stand 直接把函数名引用过来 函数名是 哈喽啊 我们把哈喽 引用函数名的时候啊 后面记得要加上两个小括号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他已经把这个函数的返回值给输出出来了啊 stand点哈喽输出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这个程序主体哎 为什么执行东西呢 要放在这个程序主体里面呢 然后我们来大家来想一想啊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东西 假设我们放在这里面是不是 哎 你看到没有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区别了啊 这里是三行是不是 你看这个三行是上 哎 把这个hello word啊 就把这个 这个本来是这个脚本执行的东西呢 也给执行了一次 这是什么样的流程呢 也就是说 当你import的这个 你自己制作的模块的时候呢 他也他同时 也会把你这个程序给执行一次的 然后呢 你这个脚本呢 是不是 如果没有放在主体文件里面 没有告诉这个 模块啊 他是 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 那他呢 就会自动执行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记住 如果说 你要执行一个脚本的一些代码的话 你一定要把 这个执行的代码 放在这个程序主体里面啊 这一点要切记切记 而且这样的话也不会互相影响 比如说 当你输出 stand.py的时候啊 就当你运行他的时候呢 你发现他其实他是可以用的 你可以在下面无无限的写各种测试代码 你可以直接下面写无限的测试代码 甚至你还可以啊 你比如说你要判断一个返回值是不是 就是你要判断这个哈罗沃的返回值 是不是啊 这个哈罗函数的返回值 是不是哈罗沃的 那我们就来 可以 可以判断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到 哎 那你在这边下面写呢 但是呢 你写的时候呢 是和这个别人用的模块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啊 别人用还是照样用的是你这个主体以外的这个 上面的这些定义的方法和定义的变量 所以说这个分开来的话 可以让你的代码又能单独执行 又能被他人所用啊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讲这个 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讲这个字解码啊 这个字字解码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特性 拍上的先将脚本编译成字解码 是不是这个字解码文件 它会变成pyc和pyo文件 这个文件是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先 每个啊 就是 建一个测试文件夹啊 然后呢 我我们将这个 这几个文件啊 放到这个测试文件夹下面 然后呢 还有一个hello.py 嗯 然后呢 我们进入栏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文件夹里面现在只有两个文件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执行这个hello.py啊 好 这个现在已经执行完一次了 我们来看看他的文件的变化 之前只有两个文件看到没有 而现在呢 大家看到 多出了一个哎 pyc文件 是不是 这pyc文件的也就是我所说的这个 自解码文件了啊 pyc文件 它是如何被编译出来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其实 Python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啊 你看 只要你import的啊 只要是你执行这个执行这个脚本里面的有import 那你这个import的呢 他就被 编译成这个pyc文件啊 这点大家记住一下 然后呢 大家可以再衍生一下 我们呢 现在把这个stand啊 把这个原来的原代码给删掉 我们这 现在只有一个pyc文件了 是不是 那我们再去执行一下啊 python hello.py 看看能不能 现在还是可以运行的 是不是 也就是说呢 我们 像这个python啊 他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假设呢 也就是我们在 刚开始的时候 刚copy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哎 没有pyc文件 那他第一次的时候呢 他其实他有一个先编译成pyc文件的一个过程 啊 然后将这个stand 点py啊 这原代码编译成pyc 但以后呢 他在执行的时候呢 他其实他以他这个import就不是导入这个 hello.stand.py了 他就是直接导入这个pyc文件了 所以呢 你把你的这个主代码啊 这个原代码stand.py删掉也没有关系 他会直接的啊 直接的import 执行这个stand.pyc文件 执行这个字节码文件 嗯 然后呢 这个字节码文件呢 他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你原码的一个作用啊 然后呢 因为他这个是字节码 咱们看看打的开不开 看一看 啊 他这边是看不到的 那我们可以用 随便用一个什么啊 你看得到 这个都是一群乱码啊 什么都不是 这是python虚拟机来读的 但是说一般人也是看不懂的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这个东西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你的原代码 当然他也是可以破解的啊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讲 嗯 如何优美的处理结构啊 就是只有两点了 这两点的一个是反斜杠啊 反斜杠是什么呢 打个比方啊 我们这边可能就我们可能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判断语句 比如说啊 或者说任何的比较长的语句吧 啊 可能有一个就无限的这样的长的语句啊 啊 可能非常长啊 那你这个看的时候会很会不太清楚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反斜杠就派到用处了啊 这个时候呢 假设你要换行 换行去输出 你记得加上一个反斜杠啊 反斜杠 然后呢 我们再end 然后再按下空格键啊 空格键以后呢 然后呢 每一行增加反斜杠 这样的话呢 就没有问题了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持你的代码呢 首先是 仍然是逐行的 而且看起来非常清晰 没有语法错误 然后呢 我们讲到这个小括号啊 小括号呢 其实也是为了乱你的代码更加整洁而用的 比如说啊 A 等于 B啊 这个东西呢 你把用小括号把它括起来 特 特别是当你的这个语句特别多的时候呢 你这样做其实是 给阅读代码啊 的人和给你自己都可以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优点的啊 一个非常敞快的一种阅读方式 所以说大家记住了 就说这也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这些概念的会影响到你们 就是一些编码的习惯 所以说特别是在最初的时候一定要确立好 OK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大家做西题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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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